哈喽大家好我是二话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茄子豆角福过油的家常做法 做好油鲜香开胃又下饭而且操作起来特别的简单 接下来请跟随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具体的操作步骤吧 首先我们把茄子放在菜坊上用刀先切去它的地然后再把它切成长段 接着把茄子切成厚度均匀的片最后再把它改刀切成茄条 茄子全部切好以后我们把它装入大一点的盆中 然后我们往盆中加入一勺食用盐 用手把食盐和茄子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后放置一旁椰制五分钟 拿出豆角先用刀切去它的头尾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成和茄子一样的长条 豆角切好以后我们也把它装入大一点的盆中 碗盆中加入一勺食盐 然后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用手把食盐抓拌均匀 食盐具有杀菌的作用 豆角经过这样的浸泡吃起来会更加的放心 抓拌至食盐全部融化后 我们放置一盘浸泡五分钟 趁这个时间拿出几瓣大蒜子 趁它不顺利的时候用刀把它压饼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成碎末 再拿出一个红细胶把它改刀切成马蹄状 蒜末辣椒切好以后我们把它一起装入小碗中 再往小碗中放入几颗辣椒结 准备一个小碗 我们来调个料汁 放入少许的食用盐 再加入一勺生抽 半勺蚝油 少许的白糖 少许的胡椒粉 最后再放入半勺玉米淀粉 倒入适量的清水 用汤勺把所有的调料都搅拌均匀 使调料全部化开 现在的茄子也已经腌制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没有硬心了 软软的 接着用酸薯把茄子的水分全部挤干 挤干水分的茄子放入小盘中 豆角也已经浸泡好了 用手抓洗干净后 控水捞出放入漏栏中 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我们往锅中加入一勺食用盐 再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水开后下入我们沥干水分的豆角 用漏勺把豆角翻拌一下 使其受热均匀 豆角在锅中焯水30秒后 我们控水捞出 把它放入提前准备好的凉水中过凉 过凉以后再次控水捞出 把它放入漏栏中沥干水分 锅烧热往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把我们挤干水分的茄子放入锅中煸炒 茄子煸炒至表面微微放黄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经过这样处理的茄子是不吸油的 接着把蒜末辣椒倒入锅中 用锅厂翻炒 炒出蒜末辣椒的香味 炒香以后把沥干水分的豆角也加入进来 继续用锅厂翻炒 豆角经过焯水基本上已经熟了 翻炒30秒左右后 我们把调好的料汁加入进来 继续开大火翻炒 防止水电粉预热凝固解脱 翻翻至茄子豆角都均匀的裹上料汁就可以了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一定帮助的话 记得用您发色的小鼠帮我点赞评论与转发哦 您的支持是我坚持的动力 十分的感谢你们 翻拌均匀后我们就可以出锅装盘开吃啦 就这样一道家常的茄子炒豆角 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用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茄子豆角 是不需要灌油的 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持了食材原有的味道 特别适合家庭操作 如果您也喜欢就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结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点往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总有一道适合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二话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